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 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程 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中国总理李强3月5日 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 公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5%左右 这是一个具有雄心的目标 显示中国有信心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也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包括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等 然而两会前的一个消息 却削弱了各方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 那就是全国人大宣布今年的两会不会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这打破了一个三十多年的惯例 引起各方震惊 中国为什么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它引起了什么批评 市场又如何看待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经济政策 百分之五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达标吗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华侨银行 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冬明 托米谢给我们分析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在谢先任之后 我们的北京记者于泽远 他也会上来分析这一次两会的一些其他情况 欢迎谢冬明先生还有泽远 永红好 东谈西论的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永红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 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最重要的还是 他展示怎么样的经济政策跟财政政策 谢冬明先生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 其实有非常独到的看法 还有深入的研究 首先请问你宏观的评估一下 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他推出的经济政策 总体的印象是怎样 我就先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工作报告推出的24个小时之内的话 全球媒体都是有报告有关注 如果我们看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 似乎大多数人并没有特别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 或者说比较大的惊喜 至少从一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是这样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 他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 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挺值得推敲的 挺值得关注的 那当然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数据来讲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GDP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5%左右 那当然这数字本身是没有很大的意外和惊喜 和市场的预期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因为市场预期又是5%左右 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其实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客户也是 大家就会问 这个5%有没有可能可以实现 或者说跟去年比的话 大小如何 首先我想跟去年比的话 这个难度肯定是会略高于去年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基数是背后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目标也是5%左右 那今年的目标也是5%左右 但是他们背后的基数是不一样 因为去年的目标的时候 那基数是3.3的基数 那今年的这个目标的话 它的基数是5.2%的这个基数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 两年的这样一个平均增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去年的5%左右的 它隐含的是 两年的平均增长是4.1%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 那今年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的话 它所隐含的是5.1%左右的这样一个增幅 两年平均 所以这其实就说明 今年要实现这个的目标 当然挑战和困难会比去年要大一些些 那能不能实现 当然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取决于一些条件 一些假设 那比如说中国企业的补库存 能不能持续 然后包括房地产的下滑 当然我们知道房地产下滑是很难短期内扭转 但是它下滑的速度可不可以放慢一点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未来这一年会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细节 这个是可能一个比较宏观的看法 那我们看细节吧 2024年的发展入 它也提了十项任务 头几项就是要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然后要科教新国等等 很多的重点是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 你觉得它的细节里面 它的这个布局会怎样的帮助它实现5%左右的增长预计目标 在聊这个产业政策之前的话 另外一个我可能还是想先提一下 就是一个财政 两会的本质 它其实是一个财政的预算案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当然财政里面的话 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财政资资的问题 以及一些发债的一些金额等等 因为毕竟这个钱是真金白银的需要投进去的钱 如果我们看财政资资率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变 跟去年是一样的 3%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觉得略低于他们的预期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的变化挺有意思的 因为在去年底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在讨论 能不能突破3% 能不能把财政资资率设到更高 甚至3.5%以上有没有这可能性 所以当时的讨论还是倾向于高于3%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个礼拜 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变得更加的理性了 大家也觉得突破3%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最后开出来的数据 其实也是确实没有变 这个其实本身反映的就是 中国财政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它不会出现那种大规模的 刺激的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如果我们再看里面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 财政资资率这个东西 它虽然没有变3% 但是它的财政资资的规模的绝对量 其实是上调的 它现在调到了4.06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 这个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4万亿 如果我们看一个数字的话就很有意思 这个数字就是4.06万亿3% 这里面隐含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中国政府它可能期望 今年的民意GDP 它的总量可以达到135万亿上下的这样一个数字 那135万亿是什么规模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民意GDP 它的增长是要超过了7% 就可能在7.3%到7.4%左右 那这个增幅它本身来说 是一个挺厉害的 不是很差的一个增幅 因为我们看到实际的话 我们讲5%左右 那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算的话 可能它希望的民意的话 是在7.4%左右 那这个7.4的话 也没有隐含了两个含义 那当然第一个含义就是 它比去年的民意增长要大幅度加快 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的话 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虽然实现了目标 但是中国的民意增长 它其实是放缓的 它去年放缓到了4.6% 所以它今年如果能够到7.4%的话 那从4.6%到7.4% 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 那这是一个隐含的含义 那第二个在背后隐含的就是通胀 要往上走 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 中国的一个通缩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的实际民意在7.4%左右的话 它其实隐含的就是通胀率要高很多 2%以上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那这个能不能实现 那这里面就需要很多的政策的配合 财政消费 包括我们前面您讲的那些工业政策 产业政策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预算案 对 会有些比较雄心勃勃的地方 当然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波澜不惊 那它背后的话 其实很多的细节 还是会有些雄心勃勃的地方 那这些雄心勃勃的地方 既有解决短期的问题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雄心勃勃 也有解决中长期的问题的一些 所谓的雄心勃勃的地方 就像您前面问的关于一些产业政策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偏中长期的一些问题 不管是新制生产力也好 包括一些数码经济也好 对吧 然后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未来五年的这种 中长期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些问题 整个预算案里面 它提出了2024年的十项任务 包括要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新制生产力 科教新国 也有提到一些消费跟吸引投资 对外开放的政策 你从这个里面看出一些什么 有意思的特点呢 可以帮助它达到它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如果看主要的工作任务的话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包括新制生产力的这个东西 那当然这个我们再回到一个经济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上面 对吧 就是到底我们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取决于哪些因素 如果我们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有三驾马车 那如果我们从中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会考虑要动生产率的问题 考虑人口增长的问题 考虑资本增长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全要素嘛 那全要素的话 其实现在中国已经面临了一些挑战 特别是人口那块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 已经下滑了很多年 然后中国的总人口 其实也是这两年开始出现了下滑 如果要弥补人口的下滑的问题的话 当然我想产业政策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新制生产率本身 背后就是有关于一些劳动生产率 如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何来给经济增加这样一个中长期的动力 当然我想这次它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行业 那我想这些行业可能是很多投资者也好 很多企业家也好 会比较关注的对吧 如果我们讲新制生产率的话 当然它里面涵盖的主要就是两大块 一块是我们叫所谓的新型产业 那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未来产业 那新型产业里面当然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可能像新能源汽车 然后包括新能对吧 然后新材料 放心药这些 商业航天 对 可能中国已经领先了 或者中国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对吧 然后可以进一步作为经济的一个拉动的情况 那除了这些新型产业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未来行业 那未来行业可能它目前的规模还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未来值得关注的那些行业 或者未来五到十年 在竞争当中可能会 很帮助中国能够在竞争里面 取得一定的优势和领先的那些产业 它里面有提到的一些量子技术 生命科学等等 当然并没有提到人工智能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在讨论 我想人工智能是穿插在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优化剂 但是如果从产业来看的话 我想确实量子行业也好 生命科学也好 这些行业是非常重要的行业 非常值得关注的行业 所以您感觉到 它是在培育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潜力 也是应对它的人口萎缩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对策 现在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关键词 就是中国现在也知道 人口已经从有利因素变成不利因素 所以最近的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这个可能是目前讨论的比较多的 从人口转变为人才 当然人才在背后 其实它涵盖了很多就是教育 科教新国嘛 对 所以它第二项就科教新国 您刚刚说 这就给投资者一个信号 这个是接下来可以投资的方向 因为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这里 就是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 中长期才会出成果的一些战略 那么短期呢 在这一年里面 中国经济怎样呢 你现在去转化发展动能 去发展新兴产业 它能够在短期内 弥补原来的经济 马车的歇火吗 像房地产啊 像外贸 短期内说实话 其实不容易 目前房地产的块 主要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而且现在看起来 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就是房地产马上会触底反弹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房产的消息量 是持续下滑的 就特别是同比来看的话 就是可能去年比前年要低 今年又比去年要低 就是处在持续腰斩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在销售量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那当然我们看到 很多的房地产企业 也是面临了很多的压力 那最近的话 我们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 特别是关于很多的房地产企业 那这些新闻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发酵一段时间的 短期内我觉得应该很难 可以完全解决到这些负面的情况 包括我们看到这次 政府工作报告也好 其实对房地产的涵盖 还是比较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想说到底 还是四个字 就是阴城市政 就是房地产的东西 很难出现一个 全国性统一政策 真的是取决于每个城市 所以它很多的责任和义务 还是要发配给地方政府 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 来判断 当然包括你的一些 城中村的改造 保障房的建设等等等等 那这些的话 它可能会提供一定的支撑 至少你不要出现 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 或者你下滑的幅度 能不能收窄 然后靠其他行业来弥补 比如说基础建设 比如说一些消费的领域 来弥补 那这个可能是 短期内比较值得关注 那其实讲到消费的话 我觉得也是同样 有很多的挑战 消费它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 第二个因素 是老百姓的收入预期 第三个因素 是财富效应 那如果我们看一看 现在中国的情况的话 当然财富效应 其实现在不说负面 但是至少还是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看到房价在掉 虽然最近反弹了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没有特别的强 那收入增长的话 目前还在是增长 但是它的收入预期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偏弱的 因为我们看到 很多人担心失业 包括我们看到 很多降薪的一些新闻等等 所以我想今年来看的话 工作报告里面 有一个微调挺有意思 它就讲到 今年居民的收入增长 它要跟经济增长 要吻合 以前的话 其实它说是基本吻合 所以它是把一个基本给去掉了 这个是说明 它其实已经意识到 收入增长是个很重要的话题了 当然具体怎么来确保 收入增长能够跟经济增长吻合 那这个是后续通过不同的部委 它政策的配合 我们需要关注 那除了这个微调之外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微调 就是我们看到 新增了一个城镇的工作 当然它这次用了一个字 是1200万以上 那以前的话是1200万 就业左右 又从左右变成以上 所以它就是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 说明它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希望通过这些问题 能够提供一部分的弥补 提供一部分的对冲 确保还是能够实现 5%左右的这样一个政府 其实是 中国政府 他们是 对形式把握的 其实是蛮清楚跟完整的 对吧 我相信就是很多形式 大家应该是能看到 如何来做 这个我想才是 大家特别关心的地方 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聊一百遍 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 如何来推动和执行 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 我们讲那个信心 一些预期 那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信心是黄金 我们也知道去年 很多市场的参与者的信心 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动摇 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预期 如果我们看这次工作报告里面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关于这个信心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 他主持的那个政治会议里面 他其实也是传达了 类似的一个信号 就是要确保 这个预期是一致的 稳定的透明的等等等等 那我们看到 这次他工作报告出来之后 他这里面讲了一条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讲到 要把非经济性的政策 纳入到宏观政策 取向一致性评估 因为以前我们 关注这个政策的话 比较关注的还是 什么财政 货币 就业 产业 这些政策都是跟经济有关的 那以前被忽略的是 非经济性的政策 去年或者前两年 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就是可能市场 好不容易稍微复苏一点 好不容易反弹一点 突然之间出了一个政策 然后把市场又打下去了 他现在可能评估和考量 要比较综合 而且这次他也比较有意思 谈到一些具体的流程 如何来评估 他里面讲到 就是说有两个层面统筹 一个层面就是 国务员各个部门 他出台政策的时候 要做好综合性 全局性的评估 然后要考虑 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于稳增长 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这是第一个层面 然后第二个层面 就是发改委 在里面要起到一个牵头的作用 然后当各部门做出一步之后 他还要确定 国安经济稳定 和市场预期稳定 会不会带来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他是给了一套机制 这个机制我就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关注 但是我觉得其实 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细节 就是还是要确保 我们把我们讲的东西 能够落实到做的地方 那这个才是真正一项 市场希望能够看到的东西 那现在为止 市场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反应 是怎样的 其实你刚开始说到一点 波澜不惊是吧 是 市场的话 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当然还要分国内国外 中国境内的市场来看的话 股票是我们看到第一天 是略微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 债券的话 长端的债券 其实它收益率 是有一定的小幅度的上涨 那长端债券的收益率 小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因为 中国要发一个 一万亿的超长债 而且这个超长债的话 根据李强总理讲的 会是个常态化的一个情况 至少在未来的几年 每年都会发 因为供给增加 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感觉这个影响 也不会特别的大 如果到海外市场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的反应 就是更加的波澜不惊 海外市场的话 他们可能关键东西 不会像国内市场那么的细节化 他们只关心 这个刺激是够大 还是不够大 所以我们从目前的 这个政策里面来看 我们很难能做出结论 说这个刺激够大 所以这个可能就 没有满足很多 海外投资者的需求 泽远你好 刚才谢东明 给我们分析了 这次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经济政策 下来我们就要谈 这次两会最大的课题 就是今年的两会闭幕以后 不会像往年一样 举行总理记者会 而且不止今年 接下来几年 在本届人大 如无特殊情况 都不会再举行总理发布会 总理记者会取消 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因为这个总理记者会 其实是中国两会的一个亮点 也是一个特色 或者说是一场压轴戏 它一般都是在全国人大 闭幕后的当天上午来进行 而且对中外媒体都开放 从1998年 朱镕基担任总理之后 他在那个总理记者会上 讲了很多的名言 金句 包括无论前面是底雷镇 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要义无反顾 勇往之前 鞠躬尽垂 十二后裔这样的话 就是把两会的总理记者会 给抬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所以从朱镕基 以及后来的温家宝 以及李克强 以及去年担任总理的李强 都举行了总理记者会 每年一次 从93年以后 从来没有上约过 这一次呢 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之前 突然间发言人宣布 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这个确确实实 令人震惊 仿佛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我们说它是 今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的新闻 就是没有总理记者会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闻 会这么震撼呢 是因为几十年来 大家都习惯在两会结束的当天 听一听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 因为总理在中国 一般是排名第二嘛 因为中国的领导人 他很少是面对媒体的 直接在打听广众之下 面对中外媒体 来发布他的演讲啊 我们可以从个记者会上 看到中国领导人 他的风格呀 能力呀 水平啊 他的应对 回答问题的方式啊 来解读中国的政策走向 来了解中国未来的那个政治风向 经济风向 包括一些大政方针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或者是一上很重要的窗口 那突然间取消了 那这个窗口关上了 这个渠道没有了 所以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举动啊 说句实话 我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就是不大理解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不出来 他取消中理记者会 能够给中国政治 或者中国经济 或者中国政府的形象 有任何的加分 我们看不出来 他有任何的加分项 倒是发现 他有很多的减分项 比如他宣布这个消息之后 中国的媒体 当然不会公开评论了 但是民间的舆论 以及境外媒体的报道 都对这一个决定表示失望 或者一些境外媒体就说 这是一种倒对 或者一种不自信 或者预判中国政治 从此走向更加的封闭 不透明 就是带来了很多这样那样的猜测 这对中国政府的形象 没有任何好处 按照发言人的解释 他说是两会期间 有政府工作报告 有财政部的报告 发改委的报告 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记者会 包括部长外长 还有一些委员 代表的什么通道 但是这些确实存在 确实通过两会这些政府工作报告 和其他的报告 以及一些部长的记者会 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政策走向 但是和中国领导人和总理级别的领导人出来 直接面对媒体来发布他的政策走向 他的治国理念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或者是一扇很重要的窗口 现在这个没有了 你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当然有人这样拿了财色 说是 哎呀不想让总理曝光太多 或者压过了可能最高领导人的风头等等 这些说法也未必成立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2022年20大之后 就是去年2023年3月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 中国现任的主要那个政治局常委中 主要他都是最高领导人 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他不存在说是 谁压过谁的风头的这个问题 而且过去几十年都这么做了 也没有什么议论说 因为总理记者会 有害于最高领导人的形象 或者能力 或者风头更盛 虽然可能有时候 大家会有一些政策方面的猜测 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严重 所以仅仅是因为 为了减少国务院的作用 降低国务院的地位 或者是 不要让总理的风头 带过最高领导人的 形象 这种猜测呢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呢 应该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那就是只能是说 他们希望大家 更多的聚焦 两会的议题 不希望舆论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理身上 也可能是因为最高领导人 他也会下到团组啊 到两会的代表团和政协委员的戒别中 去发表一些讲话 也可能是为了让舆论更多的去关注 最高领导人的讲话 而不是总理的记者会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觉得这个理由 与这个决定给中国政府形象带来的伤害 或者引发的各种猜测来比较的话 这个决定还是得不偿失 会不会是他不要把焦点去用在任何个人 可能除了最高领导人以外 就没有其他个人是有个性有脸面的 你就看报告 然后看政策就好 我们说这有可能是某种一个考量 但是这个说句实话 如果是出于这种考量的话 我们只能说这个恐怕达不到什么效果 不能说因为取消了总理记者会 就能够更加突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 他俩之间并不是持消逼长的关系 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就是中国总理 他在记者会上 像文家宝包括李克强 包括李强的第一次总理记者会 他给中国政府形象是加分的 而不是丢分的 现在这个渠道没有了 所以现在各方都是觉得不能够理解 像泽远您在稿子里面说 只能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个就是得不偿失了 得不偿失 你的褒贬已经在里面 您刚刚说到 说是会对中国的形象 是不会有加分会减分 这个形象减分会带来什么效应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是它面临了一个最重要的最严峻的挑战 你要想经济发展 你需要文外资吧 需要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吧 提振整个消费水平吧 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吧 提振包括A股在内的市场的信心吧 那这个信心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政策的比较透明 尤其是政策的可预期性 你要是在政府的开放和透明方面 没有做出功课 不但没有做出功课 可能反而会让人感觉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 或者是不愿意开放 那如何让大家对你的政策 有更多的了解和预期呢 这个决定我们说 它有些莫名其妙 至少是从形象来讲是一个得不偿失 这个可能是大家舆论的普遍公式吧 中国取消了总理记者会的这个惯例 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也让大家觉得不透明 但是最后见真章的还是 它的发展 它的经济建设的成果 如果它今年最后还是可以达标 那你说什么 它也没关系 我想中国领导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我就是闷着头 一心一意做我要做的 那最后请问谢东明 你其实觉得它会达到吗 5%左右的增长目标 而且构建出它一个盘子 我觉得5%左右的目标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里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因为毕竟在今年的这样一个 大环境里面 无论是消费也好 无论是外需也好 其实它面临的挑战肯定是超过2023年的 外需来看的话 我们不是很确定到底美国是硬着路 软着路还是不着路 那不管怎么样着不着路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我想这个本身会转化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压力 这个从外需角度来看 从内需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财富效应的不确定 收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 去年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高 去年因为正好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年 所以在这样高基础情况下 消费的增幅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返还 所以未来来看的话 投资也好 包括一些企业的行为也好 都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所以有很多的假设 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个脚印 然后通过一个正确的一个政策 来把这些假设慢慢慢慢实现 实现完之后 那自然而然百分之五左右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就能实现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 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军 祝导王文艺 剪辑梁天赐 东台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 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